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领高雄偏乡孩子一起做年菜 也呼吁社会大众一起协助募集年菜与红包 传爱到偏乡 就是有捐款五百块的部分 帮助洛视儿童拥有红包 还有听到他的开学用品 那捐款三千的部分呢 可以帮助洛视家庭有鱼有肉 过得好的年夜饭 还有一个就是捐款三千五的部分 帮助洛视孩子有红包年菜欢喜过好年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帮助他们 那我觉得社会公益最需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点点的爱心支持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计划 对 众志成成不要觉得我们的力量很明显 所以大家一起聚集小孩的力量就是很大 而且我觉得他们可以获得到非常大的帮助 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发起的第38届点燃生命之火爱心募款活动 每年资助偏乡孩童 从2009年起展开偏乡学童关怀方案的二福联盟 也是长期受赠单位之一 双方共同进行调查也发现 有三成二以上的偏乡孩子 没有办法和父母一起过年 因此希望燃起大众的热情与爱心 一起来关怀偏乡孩童 福联盟大概开办了偏乡服务在14年了 那跟中国信托点燃生命之火合作也进入了第13年 那每一年我们大概服务2000多个孩子 400所的国小 那我们希望是尤其在过年的期间 除了平常的资助以外 会特别为每个孩子准备红包跟年菜 也希望他们可以过一个好年 那往年我们知道说偏乡的孩子都是缺乏父母的陪伴 很多隔代教养的问题 那我们也进一步问了孩子 大概会有32%的孩子会提到说 今年其实过年不一定可以跟爸爸妈妈团圆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孩子能有个过年的气氛 所以今年虽然过年很早 但是我们也希望在12月赶紧就是开启这样的木款 然后在过年期间可以准时的把红包跟年菜都送到每一个孩子的家里 点燃生命之火 我相信大家也不太陌生 然后每年我们都会在这边骑士一堂 那198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38届了 那每一年我们就跟透过儿福联盟的偏乡小学的儿童辅导计划 还有中国兴托的台湾梦 就社区儿少关怀以及我们的爱接棒 针对偏乡的放球学校的孩子做支柱 然后我们汇集所有社会上面放好的得力量 把这一些的资源送到有需要的孩子们的身上 那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走访了天下 然后关照这些孩子 其实我们也都看到这些小朋友们 大部分都来自于隔代教养 或者是爸爸妈妈长期在外工作 所以这些小朋友啊 除了常常吃的还蛮匮乏的之外 其实他们几乎也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一家朋友去一起吃干共餐 孩子的心念其实还蛮小的 我们常常看到孩子们就说 我希望可以常常看到我的爸爸妈妈 我希望他们可以常常回家 就是哪怕只有一顿年月半的团聚都好 所以就像阿关讲的 今年的过年真的特别早 所以呢 这一次我们特别在12月份的这一个时间点 跟大家呼吁 当这些孩子和家庭们 募集一顿丰盛的年菜 给孩子们一份小的红包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立即改变他们家庭的经济状况 可是让他们感受到有社会上面有一股爱的力量 和温暖在支撑着他们 那他们就有机会 有信心 有力量 可以往前走 其实这一段期间都可以捐款到尔夫联盟 那或者是中国新的都可以 因为我们都会统一把这个一定的款项 会到尔夫联盟来这样子 那除了年菜红包 当然我们会持续的服务这些偏乡的国小 因为平常开学的部分学费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寒暑假的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就是餐食的补贴 然后让孩子在整年度都会受到照顾 而尔夫联盟与中信慈善基金会指出 只要500元就能让孩子获得一个小红包 或捐款3000元就能认购一个偏乡家庭的年夜饭 邀请大家送爱到偏乡 陪伴孩子迎接温暖的新年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国民健康署呼吁家长要多注意 孩子在12岁前应该要掌握远视的储备量 降低近视后迅速成为高度近视的风险 家长应该要建立孩童从小护眼的好习惯 定期散同验光检查 监测远视储备量 延缓近视发生 保护眼睛是一门重要课题 依据国民健康署106年 儿童青少年视力监测检查结果显示 幼儿园小班近视率为6.9% 大班为9% 国小一年级为19.8% 到了国小六年级已达70.6% 学龄前期至学龄期的阶段是 近视防治的关键期 因此国民健康署呼吁家长要多注意 掌握孩子远视储备量 我们的宝宝出生的时候 各位看看200-300亿人的身体是远视 好那我称也可以称它叫做远视储备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这样的远视储备呢 其实是健康施力的重整 那因为他孩子线变性结构的关系 他好像有视储备 但是随着整个年龄的增长 长时间近距离的用言 你会发现他的眼视储备 都一直一直的被消耗 所以呢 就会产生了近视 那还有一个观念 越小孩子近视 未来成为高度近视的风险就更高 所以今天的记者会 其实重点就是告诉大家 远视储备的概念之外 希望爸爸妈妈还有照顾者 能够定期的带你的宝贝呢 去做一个定期的艳光跟散逢的检查 了解那远视储备剩多少 还有呢 及早养成所谓的良好的护眼习惯 那我想远视储备会是 日后近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力气 那我们独医师 他也用时间医学推广了 希望孩子能够一天在外面 能够活动120分钟以上 所以我们就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在学校容易进行的方式 就是下课教室进一排 让孩子下课都能够到外面去放松 年轻的肌肉 让我们能够接触大自然 希望能够让 吃一副良语能够接受这样的情况 那这是我们工程的预标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国建署 把所有的资源跟工具 会整齐你本桃点 我想我们会持续在校园里面的升华 那你会继续退广 那主要是基于 如果说你从小进士 到成年之后 你会有高护症 那到了中老年人的时候呢 这个牛肌 高护进士会有很多的厚护症 譬如说白云战不离得少来 青光炎 甚至受访班部的离别 以及受访班部的离别 以及受访班剥离的情况 所以在这几年我想中华民国 也和医师以及国建署 以及教育部都希望把这个进士的度数呢 降低不要增加到你的高度进士 或病理性进士的程度 那今天也非常高兴 那国建署跟教育部 积极的让这个进士的防治 除了说不让这个度数增加之外 那今天也特别 就是说让这个进士的防治 往下希望这个抱着我们远迟的阻备 也就是说让小朋友在比较小的时候 他可以往这个远迟的度数 不要很快就进到进士的层面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国建署 非常的努力 以及吴医师 非常的热心的参与 那有这个宝典的这个产生 那我想等一下我们眼飞医师 这个吴医师呢 那这一方面非常的专业 那也可以提供大家很好的意见 以及一问的解答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全国所有的眼飞医师 都非常的愿意也热诚的参与 我们噱头进士的防治 国建署也会着四大护眼迷思 破解父母及主要照顾者 对儿童进士防治的疑问 是这一段太阳的影片拍摄 然后跟吴医师对台 所以我才发现说 我还是有一些做不及格的地方 譬如说带小朋友长时间玩积木 或者是做手作 时间一长也是很商业的 所以这一次台湾影片的时候 我真的就要掌握每30分钟 要休息10分钟的3010互演密码 来掌握我们阿姨的灵魂之窗 小朋友在学校的实力检查 如果达到1.0 我们会认为说实力是正常的 不过它并没有代表一个精确的作出 但如果说我们可以 因为小朋友眼睛常常就是会紧绷 比较没有放纵 那甚至在学校比实力的时候 如果说环境很吵 或者是他稍微一一年 那可能从比较差的实力 都变得比较好的实力 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会希望 家长带孩子们到影片邀约所 点一下放松眼睛的三宝剂 转校的 那就可以知道他真正的度数 那就算实力是1.0 他还是有可能是远视 或者是远视储位不足的 近视危险期 或者是近视都有可能 所以这时候 在还没有三宝之前 可能是呈现一个讲信息式的情况 那三宝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孩子真正他的本钱 他的扣档大概是多少的远视 那如果说远视不够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采用 比较积极的行为 去地方说他的这个远视储备的扣档 尽量把它维持 不要把它花掉就变成近视 那就会持续增加 那一旦变成近视也每年 增加100度 那百度就变成高度近视 年龄越小就开始近视 度数会加深的越快 为了建立仿制近视 从小做起的观念 国建署今年制作许多 视力保健手册 动画懒人包 宣传影片等 希望家长共同努力 帮助孩子远离 恶势力的威胁 记者沃云郡台北报道 受到少子化的冲击 学生人数逐年递减 反映在产业端 企业备受缺工缺财之苦 而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企业主对于技职人才 抱持高度好感 认为技职人才具备工作实务经验 及热忱的学习意愿等工作优点 就读古堡家商高三的李同学 从高一开始 便透过建教合作方式做中学 年纪轻轻的他 已经具有美法秉级证照 距离毕业还有半年 就已经确定 被建教合作机构继续留任 就读至光商工餐饮科的陈同学 则是因为学校采取 在餐厅做三个月 回校上课三个月 交错的学习方式 才一年级的他 就已经有机会 进入连锁餐饮集团工作 提早进入职场 会比同龄人来得更成熟 也能够更提早熟悉 会提早为自己找到目标 找到一个努力的方向 一开始有怀疑过自己 为什么要选这条路 但是后来进入职场之后 发现自己也没有排斥 也蛮喜欢 越来越上手之后 就蛮有兴趣的 一开始选这个是因为有兴趣 然后就是后来听家人的建议 然后后来就是读了这个科系 也没有觉得就是会比一般人输怎样 就是自己有努力过就好 就是多了一个技术吧 因为如果是去读一般的话 可能就是会读书 可是如果我读 因为我自己不是很会读书 然后所以我选择了一技之长 就是选择了这个的话 会让我觉得至少我会有一个技术在 就是不会流失不会走的 会念技职学校的学生 大部分都比较自信心比较弱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除了专业技能给他之外 一定要透过校内外大大小小的比赛 来建议他的自信心 因为很多学生在国中之前 是几乎不曾上台领奖状的 等他参加这样一个技职教育的大小比赛之后 他发现他找到他的舞台 从这方面我是觉得 整个学习当中 他动力会越来越强 那越来越强就会展现 他的人格特质的部分 他就喜欢学美容 学餐饮 一旦学进去你会发现 如鱼得水 你会发现过去他对于 一般科目学习没兴趣的 就是比较唯唯诺诺的部分 在念了技职教育之后 你会看到他发亮发光的 很大的这方面 除了在学校给他之外 我们也会透过一些 那个校外的业界参访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尖叫厂商 还有那个大学端 有认识更多企业 在每学期那个办校外教学的时候 我们会请那个大学端的 透过他们知道的 这样一个产业界的 也请学生去看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高职的视野 是比较狭窄 大学端会让学生看到 原来大学这么大 除了专业设备之外 看到这么多企业 他们会慢慢对于这个行业 这个职业会越来越憧憬 更加深他未来可能会继续升学 或是就业的一个运动力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少子化冲击 有6成5企业缺财 其中最缺乏机械 电机 商馆等类别人才 而企业对于技职人才 具有好感度 一般大学起薪30952元 科技大学30849元 以新鲜人来说起薪差距不大 其实因为在技职生部分 他们在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先有做过产学合作 然后也等同于是提早进入职场 所以他们在整个适应能力 应变能力 还有配合度上都相对要来得比较高 所以也有很多的企业主他们会去选择这个高中的技职学生 也是不如原因的 过去我们知道在科大 还有这个高中职的薪资方面呢 可能跟一般的大学是有比较大幅度的落差 但是呢我们发现在疫情的这两年 尤其在今年因为大缺工的关系 所以整体的薪资幅度呢 要上升了有5%左右 所以我们也发现说呢 这中间的落差值呢 其实一般大学跟科技大学落差只剩下大概是100多元 那但是呢 如果是以高中职跟这个一般的科技大学来说的话呢 这落差大概是落在1500元 其实这个落差幅度也比前几年要小了非常多 好那我们知道说 因为这个国际的这个半导体相对来说非常的缺工 也一直在对台湾的半导体人才招手 所以呢 其实台湾的半导体人才这些大厂都纷纷呢寄出非常优质的福利 没有薪水为的就是希望可以能够吸引他们或者是留住这些人才 但是目前呢虽然已经把这个触角从一般的大学延伸到科技大学 但似乎这些人才缺口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补上 所以目前呢 这些科技大厂也已经把他们的触手升上了这个高中职 希望可以提前部署 从高中职的时候就开始培育他们想要的人才 在2021年跟现在比较之下呢我们发现说呢 在年增幅度上高中职的这个人才 在这个半导体他们的稀缺度来说 半导体他们想要这个高中职的人才的职缺 在上升年增幅度是来到了133%喔 那这个幅度其实很惊人 尤其整体的职缺是来到了上万的职缺 所以相对来说呢我们也发现说有五成的企业主 是真的有在跟这些高中职的新鲜人来做配合的 就我们这边在这两年如果说平均下来来看的话 一般大学生的这个薪资成长幅度 相对来说是没有这么的明显 大概会落在2%左右 但是如果是科技大学或是技职学生的话呢 他们的薪资成长幅度相对是比较大一点的 要来到5% 调查也发现有六成三的企业 会给予有证兆的人才加紧 另外有四成企业曾经加入产学合作计划 显示严重缺功下 极占力强也成为新鲜人的一大优势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Oh yeah 今年的耶旦节 终于可以脱口罩露出帅气美丽的脸庞啦 虽然大家把疫苗打好打满 不过在室内还是要注意防疫 才能够开心过夜当哦 中佳宽屏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夜当节快乐 Home Plus中佳宽屏 在地影像赔力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等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佳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张QR Code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 举办5G行动宽屏基地台电磁坡 量测研究说明会 委托第三方国立云林科技大学量测 结果最大的数值远低于国际参考值 离清民众对基地台电磁坡安全的疑虑 民众对基地台的电磁坡疑虑实有所闻 也发生不少抗争拆台事件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 为消除疑虑 委托第三方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选定全台34座基地台测量 结果显示民众的健康 受到电磁坡的淫下微乎其微 由我们这边团队里面 针对全台34座的基地台做量测 那量测结果的最高公寓池 是为国际标准值的0.0388% 换句话说我们的量测的结果 远低于国际标准的限制值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量测的 整个电磁坡的感觉 会比各位家人 在我们家里面用的微波炉 或者是其他的家电用品 还更为安全 跟手机相比的话 手机当然离基地台越远的话 它的发射的功率也就会越大 所以建议我们这边 整个基地台的涵盖率要越高越好 那以让民众使用其手机的话 更为安全 另外NCC也说明 手机若距离基地台越远 发射的功率越大 对人体的电磁波风险较高 反而建置基地台 可以让手机无需发射大功率 对人体影响较小 同时也提升国内行动宽频 广速竞争力 前的五月 那个彰化和美 那个干井礼 那曾经发生过 有那个 就是一个基地台 那那个屋主 他这个礼民跟他抗议说 你的房子上面有一个基地台 要求要撤除 那当时这个 一撤除之后 整个礼的那个手机 就没办法打通 还有没办法上网 所以当时就透过这个礼民大会 然后就通过说 应该要再盖回来 那再盖回来 那原来那个屋主就不愿意盖 那这个时候 我经过我们这个NCC的中区处 这个处长也很积极去促成 那后来跟县政府 在这个 就取得一块这个土地 那盖了一个单独 三个业者共购的一个基地台 那另外因为这有前瞻计划的补助 我们就把它再加上 这个发电机 就变成一个防灾型 就是说如果今天那个万一有停电 或者说我们发生一些重大事故的时候 它那个发动机会马上开启 那维持这个电 那个手机的畅通 就是等于 它是至少可以在72小时之内 透过这个电池还有发电机 那让这个手机是畅通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也维护了这个 民众一般手机的权益 一方面我们也促进了这个 在当地 就将来万一发生防灾 灾害的时候 可以维持手机通讯上的一个安全 这个其实也是跟当地的一些 可能民意代表 或者说一些民众的一些 错误的观念有关 大家觉得这个 我们这个里 有发生过几个 这个可能有离癌的事件 大家就归因于这个基地台 那我想这个在我们今天的一个 量测报告 今天的量测报告其实是我们NCC 就是成立以来第一次 所做的一个 又透过这个第三方的学术机关 做的一个量测 那这个量测的结果显示说 其实我们民众不需要这样的一个恐慌 因为我们台湾的目前基地台的这个 电磁波的量是远低于国际标准的 未来要让5G通讯普及 NCC也提到还会增加微型基地台 考虑结合陆登政府公共设施 让基础建设更为完整 这个其实我们两年前就已经开始着手 在这个法规上去修订 这个我们的基地台管理办法里头 就其中有一项就是微型的基地台 可以设在路灯杆或是号赤杆上 那甚至桥梁车站 那这个是因为都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主管权证 所以之前我们也透过地方政府沟通 那等到他们真的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他们会整批的去 比如说我要建构在哪里 然后去跟地方政府谈说 我祝用你的这个浩智杆 祝用你的这个路灯杆 那这样要多少钱整批去掐谈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乐见 未来各个地方政府都能够开放 他的这些公共设施 来让我们的基础建设能够更完整 我们的基地台管理办法 等于已经可以让基地台业者 来申请这个基地台的一个设置 等于已经取得了法规上的一个合法性 那当然这个主要的权者机关还是在地方政府 他愿不愿意把这个公共设施释出来 然后让业者来设置微型的基地台 NCC期盼透过量测数据 消弭民众对基地台电磁波疑虑 若住家附近有基地台的民众 也可以透过电磁波服务专线 有专人到现场量测数据 降低民众恐慌 在时代进步享受网速科技同时 不担心影响健康 记者温文君台北报道 台师大与中佳宽平持续合作 推广媒体素养 今年再推两款新桌游 分别是假新闻查核与媒体禁用权 两款主题 也欢迎民众免费下载列印游玩 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玩桌游 台师大与中佳宽平持续合作 推广媒体素养 今年透过桌游工作方的举办 再推出两套媒体素养的主题桌游 假新闻查核桌游的设计成员指出 玩家可透过卡片上所提供的图文线索 来判读资讯中哪里怪怪的 借以学习如何从细微线索中来辨别真假 标信利益这一款桌游呢 主要就是玩家会扮演记者的角色 然后会透过观察新闻事件的图片 会得到一些线索 然后最后对这个新闻事件下出它的标题 那其中比较有特色的部分是 这些提示有可能是有对有错的 只有像是新闻记者在搜集讯息资料 或是阅听人在观看讯息的时候 都一样是有可能有对有错 那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大家能够 透过自己多方观察 然后搜证资料 查证之后最后才能够得到最精准的试试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大家写出来的标题都会很好笑 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很离奇 但又蛮合理的一些叙述出现 然后可能最后发现答案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一回事 可是配上那个新闻事件的图片 就非常非常的合理 这CH03就是公共频道 跟一般频道上 看你想要把你的贴文 发布在公共频道或者是一般频道上 好那假设我今天要放一般频道 另外一套媒体禁用权主题桌游 玩家则透过扮演影音创作者 产制不同类型的影音内容 获取更多的声量 模拟当代新媒体环境 可能遭遇的状况 那我们设计这款游戏的目的呢 一开始是希望可以推广公用频道 让大家认识它的存在 知道它有什么好处 以及它目前遇到的一些困难 那在游戏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也就是让玩家们扮演创作者 他们会在这个一般的频道上面 以及公用频道上面去发布 他们的一些内容 那这些贴文或是内容 会因为一些就是情况的发生 所以它热度会上升或下降 那上升下降就会影响到 他们最后的流量 那最后的这个流量或声量 就会是他们的 或得胜利的这得分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就会有一些策略的取舍 像是炒作 或者是可能过气的情况等等 那他们就会可以体验到 就是在真实世界中的创作者 所面临的困境 或者是一些取舍 那游玩的过程中玩家们可能会逐步的发现 就是虽然在一般的盈利频道里面 可以获得很多 或是很快速的 就是红利或是声量 但如果遇到一些 就是平台的政策改变 或者是一些外力的影响 可能就会 它的发生的管道 就会被打压或是局限 那如果透过我们的公用频道的话 就可以有一个很公平 而且是已经可以被看见的有保障的管道 然后他们依靠自己的创意 去设计出了两款游戏 然后在这两款游戏里面 我觉得必须很自豪的说 他们做的游戏 并不是我们常见 很多人会去做的套版型的桌游 也就是已经拿现有的游戏模板 把想要讲的东西塞进去 然后把配件的名称改成 这就是频道 把那个配件的名称改成 这就是媒体公司 他们是自己从零开始去 做出了这两款游戏 所以我会期待大家 很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玩一下 台师大也积极将玩桌游 学媒体素养 推广到校园中 受到师生的喜爱 我原先的时候 丙红老师和惠惠他们 带了一组桌游来 结果所有的小朋友 就等了学习的那一堂课 然后惠惠他们带了六个助理来 然后丙红老师来那边 一来就是一整天 然后不管这个刮风下雨 我记得有几次 基隆真的是下雨 但是我们的学生有没有发现 没人缺席 而且大家玩完玩玩到了 以前每次上课 同学们都会讲说 因为我们学校蛮大的 所以男生有时候上课 他们就会觉得 上课他们就要离人走 可是他们玩桌游的时候 是玩到都已经课 下一堂课都开始 他们都没离开 上到中午了 他们还在那边玩 然后最后他们还会拍照 然后他们赢了这样子 那后来等到每一次上完这个桌游课之后 我就会跟同学们再了解一下 他们到底在上一堂桌游玩是什么 你要知道说游戏这件事情 对于像这些理工老的人来说 其实那个植入 还蛮有效的 媒体素养要深植人心 要进入每一个学生的daily life 那我觉得也许用游戏的方式 是一个不错的角度 台师大表示 也欢迎民众到计划粉砖 台师大媒体素养教育基地 活动推广计划 或台师大媒体素养教育基地 媒体金融计划 申请下载列印游玩 从游戏中来提升媒体素养力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在台北市服务超过13年 骑程次数超过2亿人次的U-bike 1.0系统 12月3号停止营运 开用的自行车将移拨给 转赠给市府相关机关 及原箱继续使用 让U-bike 1.0自行车退场后 还可以继续替工服务 3 2 1 请节目 为纪念U-bike 为台北市带来便利性 北市府特别在U-bike第一站 捷运市政府站3号出口 设置纪念异象 象征台北市为U-bike发源地 U-bike提供的大众运输最后一里服务 以汉市民生活紧紧相连 当然首先要感谢我们当年U-bike的创办人 刘金标总市长 其实U-bike是豪文明市长当年创立的 算是他的重要争计 在我接任之后我们就继续把这个1.0继续扩充了 到后来我发现我们当时是收到了400站一万两千辆 可是当时发现有个问题 因为常常有里长说他要装U-bike的站 可是我们很难去处理 为什么呢 因为那U-bike站要拉电线 拉电线的话 哇这个就要找台电帮 我后来发现求人不如求局 你要去找台电帮很困难 那我们后来 那个U-bike2.0说他们这站可以不用拉线 拉电线 这个就一个大进步 后来 就是这样啦 做什么事也一定要先试验 当时1.0压2.0 我想说 用台大的学生试验看看 因为这个学生总是比较 比较能够创新的 所以就用那个公管地区 先试验看看 那看了两个月 开始做D-bike 就是有什么臭的先除掉 那看没有问题 那后来就把 再开始进行整个 花这一年半的时间 把台北市一万 除了两千辆的U-bike 改成一千两百站 一万三千辆的U-bike2.0 那今天在 这就算是一个 已经完全改装完毕了 那从后天开始 这一月三号 U-bike1.0 正式隐退 全台北市全部都U-bike2.0 我要特别要跟 有李株、董事讲 现在如果你要改3.0 一定要注意系统相容的问题 就是那个柱子不可以再换 我这次换那个柱子 才是满头大案 好啦 这个是我们台北市的一个交换 最重要的是 现在台湾有八个城市都 其他 只有台北外 其他八个城市 都U-bike2.0 那这个U-bike1.0 退休以后 你知道 可以用的 我们就转送给 我们原乡的朋友 我想这是好事的 在捷运市府站 还保留一组 U-bike1.0系统车主 以及自动服务机 供民众回顾 留下台北市 U-bike1.0系统 与民众骑乘的 共同回忆 2008年 我4月的时候 带着那个 奉我们创办人 我父亲的命令 带着团队到巴黎去考察 到巴塞隆纳去考察 考察台北市的这个 公共自行车 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当时对自行车完全不懂 我不是一个骑车的人 但是我父亲跟我说 你不懂没关系 我们的人懂 OK好 我就带着我们的团队 去巴黎考察 回来之后 他们设计出来了 我们的U-bike 当然 设计的过程当中 我没参与 但是他做出来之后 老实说 我也不是很满意 可是已经做出来的 行也定了 我们就不能动了 所以尽管台北市在好市长 他扩充到全台北市的计划的时候 我仍然动不了那个柱子 有多少人问我 柱子能不能改 我说不能改 因为他已经是那个样子了 这是我的痛 这是我的痛 我真的也不喜欢那个柱子 尤其在这一站晚上被拍照的时候 我一天到晚被人家在Facebook上面 Tag 所以当我们 我们不断的在优化我们的1.0 因为我们营运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问题 有很多需要去改进的 我们都改进 很快的 U-bike 在一两年之内就超越了巴黎 超越了伦敦 超越了纽约 不要告诉我 哪个城市的公共自行车怎么样 我们台北的U-bike 最好 真的不要去以为 谢谢 甚至我旅行那么多城市 看过那么多 我每到一个城市就去摸它的公共自行车 别的城市不值得一提 这三大城市 没有一个比我们台北好的 所以我敢跟人家说 都来我们这里学习 公共自行车要学台北 要学U-bike 尽管是这样子 我们在1.0的整个优化过程当中 2.0的概念出来了 2.0的概念 第一个是什么 车速一定要改得很漂亮 大家觉得现在2.0的车速是不是很漂亮 不论有停车没停车 那个车速在四楼里面 看起来就是掌心悦目 对吧 我没有老王卖瓜 对不对 市长 3.0也不会改车速的 你放心 我不会再去改车速 这是偶心力学 不会有比2.0更漂亮的 公共自行车的车速的 那么我们1.0 在这几年下来 台北市创造出来的 骑程记录已经超过2亿 2亿人次 高铁才几亿人次 我们是不是大众运输 我们绝对是大众运输嘛 对不对 我们是大众运输 最先跟最后一里的这个接驳工具 那么我很高兴说 我们U-bike 在台北市 受到政府机关 受到局长 受到市长的重视 我们一起努力 不断的去优化 我们的这个1.0到2.0 我现在觉得 我刚刚跟议员讲 我觉得我们的2.0 我真的找不到缺点 我真的找不到缺点 所以 不要跟我谈3.0 我2.0 我都已经找不到缺点了 但是 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 那很高兴 我们退场的这个1.0的 这个车子 会赠送给我们原民乡的 这个乡民来使用 那车数我们就把它拆掉就好了 那么 希望呢 我们的1.0车子 能够在原民乡 一样给我们的乡民 带来幸福感 带来快乐 U-bike 1.0系统停止营运后 勘用的自行车将一波转正 其中1106辆 将提供给市府相关机关 作为邻里寻手 及学校自行车骑程安全教育使用 另将捐赠1300辆 给原箱继续使用 让U-bike 1.0自行车退场后 可以继续提供服务 记者联席会议台北报道 苏妈妈杨景华 这一次不勾心斗角 担任喜憨儿基金会的爱心大使 号召大众 以行动成为憨儿家庭的力量 分担照顾压力 帮助他们度过生活难关 苏妈妈在线 苏妈妈跟憨儿们一起来 呼吁大家做公益了 艺人杨景华日前出演滑灯初上 苏妈妈角色颇有话题 这回他担任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爱心大使 与憨儿们互动 到照顾剧店也看到憨儿家庭的困难 以及老师们与社工们的努力 进去看了中心 看中心里面 然后我看到里面 当然汉儿在里面都被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我觉得在照顾好的之余 一定是有一群很有爱心的老师跟志工们 在把他们像当成是自己的家人在照顾 自己的孩子一样在照顾 对然后当然为什么会有这个中心的出现 是因为我们可以分担憨儿家庭 就是爸妈的一些生活 让他们有多一些揣息的空间 对对对对对没错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就好像是他们去上课一样 然后下了课之后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也让家里面的家属们可以安心的去上班 然后为了生活打拼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地方 然后我也跟了老师聊天 然后老师 我记得刚刚你们在影片有看到那个老师 讲话声音是很轻柔的 对对对 我在跟他对话的时候 我完全已经忘记我在拍摄 因为我看到他的炙热的眼神 那个很炙热的眼神 然后又有很甜美的声音 然后在讲述的就是 他对每一个进来的人就是的关爱 而且他会去想很多的课程 然后来给憨儿们就是一些照顾 然后他我就问他说你心里都不会累吗 其实我觉得他问的比较实在一点 他说他一点都不累 他反而从这边得到喜悦 哇我就觉得顿时 觉得他们真的很伟大 像我看到阿嘎 阿嘎 对阿嘎跟阿嘎的妈妈 有聊天聊一下下 然后阿嘎的妈妈是有讲说 他其实阿嘎是不是从一出生 他就是有这样的状态 他是好像到了青少年 大概十八十九二十的时候 他才有这样的状态 所以可能在那个心情上 就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了 所以他家属也是有一段很长的一个适应期 所以我觉得虽然每一个人都要为了生活而去努力活下去 但是毕竟还是人 还是需要靠着旁边的人来帮助一起共度那一个生活的难 我也想要举手我也会率先先来 等等我就来捐一下 好谢谢景华 谢谢 真的觉得就像你讲的 如果是每个月两百三百四百 他都是一个爱心 他都是有带一点力量 重度障碍者文玲目前四十多岁 随着年纪逐渐出现退化讯号 而照顾者爸爸也已七十岁 双双面临老化处境 要如何为憨恶的未来准备 他也充满担心 我女儿她不是遗传的 她大概在一两岁的时候是跌倒伤到她的破脑 然后以前都是我妈妈在照顾 后来两年多前得到资讯 然后在汉儿这个基金会的帮助之下 能够在夜间住宿的这个团家里面 受到基金会的主管社工老师贴心的照顾 让我们能够心无牵挂减少心理的压力 而且要感谢基金会 刚刚影片中有跟我们的爱心大使 是 拍片的刘立珠老师也是我个人的老师 我们要感谢她 她教导我们家长如何去跟我们的汉儿交流 去了解她去信任她 而基金会这边给我们的孩子是爱心贴心关心教导 我们的汉儿我女儿有成长那么一点点 我们当汉儿的家长 心里面就是无限的感动跟快乐 我们要为这一群汉儿寻找生命的尊严跟生命的喜悦 那就这样我们一直拼了27年 尊严怎么去拿到呢 怎么去得到尊严的啊 我们想了很久 最后就是以工作来创造汉儿的价值 所以他们就能够融入社会得到生命的尊严 怎么得到喜悦呢 我们就用我们的打击乐团跟剧团 然后来陶冶他们的舞台治疗 让他们有信心可以表现他们的自我 所以尊严跟喜悦就是这样得到了 那我们在愿景上面规划终身照顾 我们于是在各地建立了 到现在有30几处的这个披护工厂 餐厅还有烘焙屋等等 还有七十几处的这个照顾中心 社区家园 零托日托等等的照顾方式 所以啊一路走来就是这样 马不停迪的我们不断的在开拓 为了就是汉儿的照顾 以及啊年纪大了以后 老爸爸老妈妈像我这样子 我已经七十三岁了 我的女儿是重度的脑性麻痹 她现在自己已经不能走路退化了 所以双重老化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女儿老了四十几岁 在四十岁这个就被定义说 这是心智障碍者的老化的开始 那她现在四十五岁 我已经七十三岁了 我比她更老 有一次在电梯里她跌倒了 我跟我太太要把她扶着站起来 已经没有力量去扶他们 所以老爸爸老妈妈 心中只有一个挂念 就是我走了以后 谁来照顾这些汉儿 谁来照顾我的汉儿 所以我们有这个安心照顾 这样的一个计划出来 我们就是要让汉儿能够 过得快乐 那家长可以安心的 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基金会在全台设立庇护工厂 透过训练及就业 帮助障碍者自立生活 也有许多照顾中心 但近期每月捐款最多下滑三成 让服务推动面临挑战 希望透过爱心大使杨景华的号召 还有疗愈画家小黄坚的 捐款满额纪念品 期盼更多人投入关怀 您知道红枣绿枣 河枣蓝枣哪一种不是植物吗 海洋保育署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举办大型海藻与海草图鉴的新书发表会 作者张瑞生博士现身说法 分享海草与海藻的趣味形态 一起来看看 海边看似厚实柔软的绿地毯是什么呢 餐桌上常吃的紫菜又是从哪里来 海洋中的藻类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海洋保育署希望让民众了解 海岸边常见的大型海藻与海草 委托海大教授张瑞生博士主编 台湾白肘海洋生物大型海藻与海草图鉴 我们不知道台湾的海藻海草能到600种之多 那我想如果今天这样子一本书 请大家就可以知道 下次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去海边的时候 可以知道生产这样一种生物 新书发表会上 除了可以看到还可以摸到 甚至搬出了海藻水足箱 让雨晖来宾大开眼界 那大家常常把海藻跟海草没有分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就介绍了128种海藻跟9种海草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 其实有很多跟我们生活是相关的 而且是连结的 吃的像这些乳制品 像美乃滋果冻葛酱等等 都跟这些海藻有几些的关联 也可以从这书里面去找到一些端倪 翻开一页页 都是精心搜集的珍贵画面 透过许多水下摄影伙伴的支援 展现台湾本岛及各离岛海域的生态照片 书中还透过手绘点画 展现海藻与海草的各种形态 让读者能够在阅读之余 同时欣赏海洋藻类与海草的千姿百态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哦耶 今年的耶旦节终于可以脱口罩 露出帅气美丽的脸庞了 虽然大家把疫苗打好打满 不过在室内还是要注意防疫 才能够开心过耶旦哦 中佳快评 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约旦节快乐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基务市长林佑昌12月25号即将卸任 在卸任前宣布最新的财政状况 八年来债务余额减少近60亿元 负债比降至25.4% 财政等级从明年起提升到第三级 让下一任市长能更有余裕的实现政策与理想 任内最后一次主持事务会议后记者会 基务市长林佑昌特别说明基务市财政状况 在他八年坚持领举债 并透过争取中央计划型经费补助推动市政建设 债务余额从上任时最高峰的124亿余元 一路降至67亿余元 大减57亿多 负债比率更从47.37%降到25.4% 让基隆从负债留级生翻身为政府财政优等生 整体而言我们基隆市负债余额降低的比例是高达46.06% 我想这是我们非常负责任的管控基隆市的一个财政状况 然后在我任期之内的八个会期 每一个会期都是零举债 然后这个严守财政纪律 那才有办法让我们基隆市的负债的余额 从过去的几乎快要破产 破表的一个状况 那有一个大幅的改善 在明年的1月1号开始 基隆市的财政等级也将由第四级提升为第三级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八年的执政期间 我们基隆市是政府财政的一个优等生 那整个的一个负债余额减少的一个成果 我想为未来基隆的发展 也打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财政的一个基础 在卸任前的最后一次事务会议上 牛昌除了感谢基隆市政府所有同仁八年的协助与支持 也期待他们能坚持到最后一刻 更勉励所有同仁发挥如常精神 继续为民服务工作 我觉得就是如常的精神 就是过去该怎么做 未来就怎么做 那我们过去基隆有大家努力的一个成果 我们未来也把这样的一个精神 在新的市长的领导之下 继续的往前进 那城市可以进一步 然后社会可以发展 人民的幸福福利 跟包括经济生活能够有所提升 我想这是所有的政府 各级政府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 也是人民的一个期待 所以我想不管是谁执政 都应该回应人民的一个期待 据了解 这一次将有12位一级主管与林又昌 一起离开金融市政府 包括副市长林永发 民主长黄俊逸 民政处长王于生 社会处长吴挺峰 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 财外发展处长黄建峰 都市发展处长徐燕心 综合发展处长林坤峰 交通处长苏仙芝 教育处长杜国正 环保局长赖焕红 及文化局长陈敬平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金融市长当选人谢国良 在拜会金融市长林又昌时 展现诚意 邀请市长林又昌 参加今年的跨年晚会 林又昌也公开邀请谢国良 参加12月24号晚上 在海洋广场的耶诞晚会 展现团结和谐 向前进步的民主精神 在金融市长当选人谢国良 层次邀请下 原本已经安排好行程的 金融市长林又昌 12月20号表示 将出席今年的跨年晚会 与谢国良合体 陪金融市民一起迎接 2023年 本来我是因为家里有行程 不过我也把它排开 我非常乐意地接受 我们谢市长的邀请 来出席今年的跨年晚会 林又昌也邀请谢国良 参加12月24号晚上 将在海洋广场举行的 耶诞晚会 希望借此立下典范 展现金融团结和谐 向前进步的精神 我们金融市每年都会举办 圣诞夜的一个晚会 所以我也邀请 我们新任的谢国良市长 在当天的圣诞晚会 跟我一起来出席 我想我们金融市 也立下一个典范 也就是新就任的一个市长 在交接是一个 非常的平顺 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呈现给 我们市民 就是金融市是一个团结 和谐 然后向前继续进步迈进 的一个 一个大家可以 这个觉得很棒的一个城市 对此谢国良很开心 林又昌同意参加跨年晚会 他也会出席 12月24号晚上的 耶诞晚会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打造快乐有爱的城市生活 很开心 林又昌林市长 在我们今年的跨年晚会 他可以跟国良这边 一起共同来参加 给市民朋友更多的祝福 那非常感谢林市长 能够拨控参加 我们的跨年晚会 那另外林市长 也有邀请我 参加12月24号的一个 圣诞相关的活动 平安夜的活动 那这个我也一定会参加 那也感谢林市长的邀请 记者张旗腾进行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 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其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阿也没确诊阿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